1979年2月17日 在徐世友的命令下 东线军团进12万人 兵分十四路 率先进入越南境内 这一块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亮山战役了 来看地形 亮山四居友谊关仅10余公里 本身扼守在山区与平原的交界点 战略有一致十分重要 从友谊关出发的话 中国军队只需拿下边境城镇同灯 然后一个突刺便可杀到亮山城下 但前面说了 老许最擅长的是搞穿插 但这一回问题恰恰就出在了这里 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军队屡次于火力比自己强的对手交锋 因此长期使用三三制战术 通过穿插迂回来抵消对手的火力优势 但这次对手越南人民军 在火炮质量口径和数量上远逊于中国 但中国军队仍以三三制等适合游击的战术来组织进攻 相当于主动放弃了自己在重火力上的优势 转而与青骨骑火力略胜于自己的越军短兵相接 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 是这一节用这样的颜色 有点做小型的转接的人